那边旅游民特别多吧 借了一个教堂 那个牧师非常好 那个牧师是妈妈是台湾人 被老公抛弃啊 就是他嫁给一个黑衣人 老公抛弃他 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跑到难民区 跑到难民区那边受苦 还不如每天干脆来煮饭 帮助其他的难民 后来他的儿子 他后来越煮饭人越多 有些人就帮助他 他干脆去租一个房子 隔了很多房间 就给那些游民睡觉 那他呢 更发心继承他的遗志 因为他不认识佛教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牧师 那这个牧师 还是天天在推广饭菜 那现在又认识我们 他还会讲一点点中文 那时他觉得吃素更好 现在流行Vegan 那时他希望我们多帮忙他们 而且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叫财师 那财师以后就给人家谈一谈快乐的故事 法师 所以那我想各位就 这个是最快接近的方法 因为布施能够消除自己的前探 布施能够正入空性 所以佛陀很喜欢用布施 事实上我们大乘佛教所看到的事业 都是布施成就的 不管你做什么做什么 改佛事也好 布施人也好 老人院也好 在台湾可能最出名的是 慈激功德会 我要做到整个世界赞叹 所以他比较 一用布施 一用行动来布施 针对人 人的布施 那当然我们都要随喜 所以因为针对人是比较难的 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以前的师父要 海涛 你要弄一个老人院 他说把苗栗红花药给 我本来就是老人院 我到现在还没装老人进去 那个要有很多钱 要医疗配备专业人员 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看别人做很容易 但是要有类似的资料才可以 好 所以这本回去好好看 好不好 好好看 所以你就 而且这么白话 一般的论 一般看不懂 还要解释 所以钢布包大师很慈悲 这并不是没有白话过 它是原版把它翻出来 但是就这么浅化 而且赤地这么清楚 很清楚 每一条你都看过了 那你就知道有一个纲要 像我们这一次也叫佛学院毕业了 对不对 从山规到寿菩萨界了 大家毕业了 但是希望各位 换你们去做老师吧 想尽办法去影响你的亲戚朋友 跟当地的人 为了如此你要多看一点书 然后成为一个微笑受欢迎 会送礼物的人 人家就不会讨厌你 然后慢慢慢慢 就可以让他了解佛法 你千万不要说 他不见得要成为一个佛教徒 他是有这个方法 我觉得德国人他的好处 他应该是蛮实在的 对不对 讲道理的 不是光讲感受 那佛教的道理实在很适合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符合科学 非常符合科学 那你要用这种 不是迷信的 你不能叫他来拜参 他觉得没什么好参为的 你要了解他们 要做什么做什么 讲道理 所以我讲 那不一样的人 有不一样的修行的方法 好 我本来这节课要请我们战日法师 讲讲他 他喜欢修不动佛了 不动佛的修行 那我们先来回向 回向再等他说好了 好不好 我想这几天还蛮轻松的 我们以前短期出家 熬度晚上十点多 所以因为我每次 这次来的法师比较少 有时候我们有三四 很多法师 他们轮流轮流 上到各位 干脆在这边睡好了 但是这一次 我有个感想 要说人不要太多 人刚刚好就好 对不对 上回我们去马来西亚一船 一千多个人 像市场一样 也不知道跟谁说话 反正就变成一种 遗轨吧 遗轨吧 所以有时候 修行不是说 一定要多少人 而是对你自己有帮助最重要 对你有帮助 因为你有帮助 你自然也就可以去感受到 别人 或是对别人有帮助 所以但是永远时间不够 好 第一次做这个替身的 据说第一次修这个衣柜 拜托你们 广为宣传 教他们 所以我到医院 看他病人 我就会请 如果没有面包 没关系 用饭也可以 我们华人不是用粽子吗 粽子要干嘛 粽子不是给人吃的 粽子是驱炎 跳河自杀 他们希望 丢到水里面给鱼吃 希望鱼不要吃驱炎的身体 第二个希望因为掉在河里面死掉了 亡魂可以超度 所以做好丢下去 这样 但现在种植变成这样子的 没有人在这样子的 所以各位 老师说你家里老人生病 你就告诉他 妈妈你就拿一点点饭加一点水 那你就叫他念 翁啊翁啊 叫他拿去倒掉 这样就好了 然后就 你说倒掉的时候 你要想给你身上的众生吃 如果小孩子晚上哭 哭得很厉害 那你最好用牛奶 最直接用母奶 窗户打开 哄啊哄啊哄 给你吃啊 他就不会附在你小孩身上 不然他到晚上就开始哭 然后白天就好 晚上就哭 发烧 因为这个小孩子的 大部分是堕胎的胎儿 你生了这个 那个就哭了 那所以你要超度的 那小孩有小孩自己的怨情在主 这样 那这些佛教的方法 这些很好的传承 你要是一次实验成功了 或你有一辈子不退转 像我有一次在 在传 在法会 腰痛到 不知道怎么办 但我一直忍 那后来他们终于拿面包来 面包早就拿来 但我忘了 等法会开始结束才做一张 啊 好了 早知道早一点啊 所以各位以后 不管你去任何地方哪里痛 你没有面包 就是那个超市里面买一块饼干也可以 马上啊一下 特别你去晚上回来 头痛啊发烧啊 突然脚痛 特别各位因为你修菩提心的哦 修菩提心的身上会发光了 请问鬼看得见看不见 看得见 他会求你帮忙 啊 有时候会拉你的腿 拉你的腿你没感觉 你觉得我今天腿怎么会痛 啊 或脚跟怎么会痛 那你就对他悲心 布施一下 啊 为他点个灯 为他念个心经 为他布施一下 你会发觉 一下就不痛 那你永远就了解了 哦原来这么简单 啊 你的身体 虽然一点点痛 但是可以超度他 哎 但是你要慈悲 你不能说那我不要 我这样干嘛这么痛苦 那你不慈悲就不能谈啊 啊 佛教里面就是希望 你用身体可以感受到众生的痛 就像昨天近年 他愿意发菩提心 他就打坐 他可以知道你 那你慢慢一步一步来 当然最后是希望 你的心可以知道 对方的心的快乐跟痛苦 感受到对方的心跟痛苦 所以一步一步的 你用身心可以去帮助众生 啊 就像一个 一个一个专业的人 看到一个不专业 一看就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啊 他的贪嗔痴 他菩提心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修行要找那种 高段的人 他有进入菩提心的人 有进入悲心的人 一个有悲心的人 他就可以知道你 悲心哪里不远 啊 那这个不是说 但是这个世间 这种修行人很多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努力 好 你要回向 所以每一次的修行 不管小小的一个替身 因为我们今天要回向 特别各位受了菩萨戒 希望这一次的这个替身 把你累劫累势的恶业带走 好不好 然后呢 也布施给他 布施给他你的功德 要过一下这个替身 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烧 我们就会加黄金 加指甲 加这些精华的 全部都给他了 然后再来超度他 那我希望各位这次法会完 你可能可以带这本书回去 然后呢 每天做一次 每天做一次 照讲那些老和尚是每天都做的 古时候 中午 中午 很多 以前很多小孩子被吃掉 我们叫鬼子母 所以每天中午都要做一个 像人的样子丢到荒郊野外 就希望他们吃到这个 就不用去吃那个小孩 大鹏金吃鸟 矿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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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金 专门在吃蛇的 吃水中的蛇的 陆地的蛇 那佛陀说 你只要会做这个 布施出去 那大鹏金吃鸟就满足了 那就保护那些蛇类 地龙 所以 那些旷野鬼神众 专门在吸人精血的 但是你只要中午做一个 布施出去 他们就饱了 甘露西充满 所以这个很慈悲 那是汉人虽然没做这个 那汉人就用水跟蜜啊 每天都要去捕食 早上的 中午的 晚上的 那特别菩萨道 各位要有受了这个 菩提心 那你就应该要 关心他们的需要 而且可以解决 社会的很多问题 如果各位方便的话 只要经过医院门口 停个五分钟 十分钟 为他们念一个 诗诗语轨 早上各位都会念简单的药供仪轨 在观想 你不可能在那边点香的 但是至少撒一点点水 那这个医院进进出出的一些 让造成生病的运行在主 都会得到安慰 这个功德很大 所以也是这种很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经过学校 为那些小朋友念一念 小朋友身上也有一点业障 搞不好 特别学校 老实说 学校到了晚上 是小鬼最多的 跟军队一样 因为这是 因为那个地方空空的 对他们比较自由 但是 我们修慈悲心的人 有行无行的 我们都跟他结缘 那个地方进化了 那个地方小朋友就平安 不容易感冒生病 所以各位 不管经过什么地方 经过人家开商店 那么多宝如来 你会念房财神咒 准提咒 愿他发财埋怨 那你经过每一个店 看到每一个友情 你都一直在修利他的悲心 这个叫三昧业解 这个就是不离菩提心 那我想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 这么多法 如何让他下雨 如何不让他下雨 如何让他健康 如何让他不地震 如何让他不起台风 那这些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各位既然发了心 只要是帮助众生的方法 尽量尽量去学 去帮助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 当你生病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不能很自私说 医活好也不是 医生给你药或打针的时候 你要这样想 这个药是给我身上的痛苦的众生吃的 那我也可以 那你要达到这两个 那就没有 就不会有问题 医生做医生 如果不懂了这个问题 医生会得罪那个众生 所以医生的病最难医就是这样 特别针灸的按摩 你看那些众生都跑到你身上来 所以你做医生或是你吃药 你要想说 这个药是给我痛的众生吃的 对不对 那你自己也会吃到 那这样你就永远有这种立他的心 而不是跟他对立的心态 这药给你吃的 就像每次我们对牌位都会做严供 药供 再给他绕一绕 药给你 红色的牌位 有人问我说 是红色吗 你干嘛 撒米 那是活的人 我们是对活的人身上的 怨庆在主给不是的 不是药 不是水 不是功德给他 那这个怨庆在主 离苦超度了 那活的人当然更健康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回向 特别今天回向功德力特别大 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发心受菩萨戒 希望他们今天 更受菩萨戒的功德回向给他们 他们直接升天 那你只要维持菩提心 各位永远记住 不管你的祖先爸爸妈妈在哪里 你永远要回向 因为这些长辈 这些老祖先 他如果升更高的天 你福报大得不得了 你会觉得 怎么最近这么顺利 所以各位一直到他成佛 你都要回向 但是最怕一点就是说 你不去注意他 但是如果各位以正确的心态说 我们这一次看了那么多书 不得不念是如何让各位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所以你要看完 以这个正确的心态 然后去回向给他 去超度他 他不可能不超度了 正确的心态就是菩提心 里面含着大悲心 而且有这么多的方法来帮助他 然后他就成为你最好的护法神 老实说我自己 我也有一个多胎胎 41岁了 你看我那么早就做坏事了 但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 到最近才